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川普所做的每一句话 大家都会很相信 可是中国又打他的脸 那到底现在怎么样 所以现在变成到底有没有那通电话已经无可考了 可是至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到 川普还是希望股市涨的情况 他自己挑起贸易战 把全球搞得乱七八糟 把股市给打了下来 可是又希望行情能够涨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啦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涨了263点 269点 拿达克肺城办法体分别涨1.3%跟0.8% 这个涨的其实只有礼拜五跌幅的三分之一而已 我们来看 虽然说暂时守处的年限 可是涨的只有涨幅的三分之一而已 科技股的部分涨的更少 费城办法体跌了4% 只涨了0.8%而已 这些死亡就要出现 所以这种现行来看 长黑后的反弹 这个只能以反弹来试之 所以只能以反弹来试之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当然跟着一起回升 可是香港好弱啊 大陆股市比较强 中国政府现在在护大陆股市 可是护不了香港 因为香港 反送中的一个状况 还没有落幕 还没有落幕的时候 你护也没有用 所以大陆股市相对比较稳 问题是一个香港 香港一个坑在那边 一个洞在那边 那也是一个隐忧 今天日本涨了259点 日本涨了259点 台北股市涨了55点 我们昨天是跌180几点 涨55点 相当于是反弹三分之一 这个指标也是下下下 你看每一次出现都是长黑棒 长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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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卖压你不可小看 这个短线上也是以反弹四支 所以操作上如果不是超强的股票 你不要急的去乱追高 懂意思没 操作上你一定要有 不要随着消息起舞 不要随着行情起舞 你自己本身要有一定的看法 你看上个礼拜 另外 你的月率先跟大家讲 月线半年线都照在上面 外资一直卖 这个行情有问题 不会冲出去 你要做一些风险平衡式的操作 做一些空担来保护你的土担 我们上礼拜五空了两档 礼拜四空了四档 上礼拜扛六支股票 长全部大担 昨天全部大跌 这样就对了嘛 用空担来保护你的多担嘛 尤其我多担都买底部的 基优股 空担都空高档业绩烂的 行情如果跌 空担跌的快 多担虽然也跌 可是会抗跌 所以可以用空担来保护多担 行情向前如果涨 多担涨的快 空担弹的慢 还是有利的嘛 但是不得已的情况 如果方向是一个很明确的多头 当然全力做多嘛 如果很明确的空头 就全力做空嘛 那这种混沌不明 你就一定只有这样做而已 尤其这种贸易战 对整个行情的杀伤力 影响力是蛮大的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小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这几档我们放空的股票 茂林我们昨天空单先补掉了 我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讲 我们昨天70元附近把空单补掉 茂林我们上礼拜五跟礼拜四 扛七十八块的 掌保七十块 为什么要补 因为大量在这里啊 大量撑在这里 所以这是有主力买盘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跟大量没有断之前 这个还是单头而已 所以单头他有机会再做第二个头 虽然说整个现行出现背离 开口向下 可是单头大量还没断 所以单七十块補掉很漂亮 今天谈高 这个不要去乱买哦 谈高他可以准备逢高空 所以操作上要懂得灵活应对 宣德这个有谈上来就空就不用怕 这个高档套牢已经很清楚了 你们套牢一次套牢两次量一直缩 而且业绩很烂 半年报只有三万五千而已 所以这个股票担不下来 后担起来都是在空就对了 你看百言也是啊 高档套牢行程量缩到很小 量缩到很小尤其又是亏损1.44的公司 所以这个股票后担起来就是空 担起来就是空 这种就是当整个市况乱的时候 那种下去的幅度速度会很快 那红杰科三度背离出来了 尤其高档头部已经做出来了 半年报只有六毛钱 六毛钱的半年报股价七十太贵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是七十上面空 现在留了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如果五天之内不补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突破缺口 这个下来会更快 所以红杰科反弹上来也是可以空的 你看今天开高最后回到平盘呢 那全新也是啊 全新也是做三度背离的 两个头出现了 两个头出现了 尤其就是以跳空开低 为呈现 半年报的部分 只赚一块二 你赚一块二股价一百块太贵了 我们是在一百到九十块半空的 现在剩九十三块钱 但现在指标有点低 所以不要去追低 弹上来再空 弹上来再空 甚至于空单可以获利补 等上来之后再做 灵活一点也不错 自贸 今天是涨了四块钱 自贸我们上礼拜一百五十空的 昨天一百四十五再加空 那支持股票 也弹上来一样都是可以空 因为看半年报只有1.8 1.8跟去年的3.5 减一半 获利少一半 股价又大套牢 第一个套牢 第二个套牢 现在量缩到更小 所以这个上不去 弹上来都是可以空的 你半年报只赚1.8 股价一百五 一百四 都太贵 这个台商也是可以空的 精彩也不错 你看精彩也是 大量套牢出现了 又来跟大量又套牢 月积的部分 半年报亏了1.3 已经连赔第四年了 那连赔四年的公司 股价还有四十几块 他仗着有一个有钱老爸 叫台积电 问题小孩不成器嘛 老爸有钱有什么用 小孩不成器嘛 仗是独立做的嘛 所以这个弹上来 也都是空点 你看到空的股票都是那种 业绩很烂的 股价太高的 创意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为什么蛮危险的 你看创意 上半年只有1.9 跟去年上半年的3.2 比高起来少了三分之一 少了三分之一 业绩也是衰退 那你半年报只有一块多 股价200多 230 太贵啦 太贵 你看那高档也是套牢 高档那套牢行程 所以他目前是在年线上下游走 到时候如果年线守不了 死亡之后他会出现 这乱也很快 所以你可以找这种股票 去做平衡式风险 来把整个四堂风险给平衡掉 否则让自己完全曝露在高风险之下 反而是很危险的 那做多要买什么 买底部的 你看润泰泉就很强的啊 有没有 完全不会下来 我从这里就开始跟大家讲了 这个只要有压回都是买 目前指标比较偏高 卖对贵 还有贵 才贵 加折我们昨天卖掉了 260块钱卖掉了 那卖掉就不要再追了 指标已经到高档了 股价还创个历史新高 我不喜欢追高 既然已经赚了一波 那该休息该换股就换股 没关系 GIS 目前还在乡行里面 那目前Note实在发表 所以对它是有利的 接下来9月份 iPhone也要发表 对它都是优劣的 可是这个停损停力还是要熟 所以行情 你要有最坏的打算 不要完全都不在乎 这样就不行 好今天Multiped又是最强 你看尼克森 一度大涨到5% 尼克森 差点都创新高 可是指标很高了 不要那堆 这里会震荡 震荡下来再说 未来三年Multiped 市场需求量 会大增3到5倍 你都要注意 杰利今天也不错 118.5 杰利目前指标已经 交发向下 最佳的衰半 你可以先用差价操作 上来先走下来再接 操作灵活一点 我饮 我饮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反弹 我饮这波已经走完了 暂时要进入修正坡 所以暂时进入修正坡的时候 你就不要急的追 等下来低一点 较低 等低一点可以接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来买 六四八八环球晶 昨天大跌之后 今天反弹 不要急哦 这时间都没走完哦 时间还没走完 时间还没有走完 现在开始在落第二只脚 等时间到 价格到 甚至于更安全的 反转确认了 那根确认棒子出来了 可以进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 有时候耐心的等待行情 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操作股票不要急 等最佳时机点我们再来出手 如果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这个礼拜六有两场讲座 原本上礼拜 礼拜上礼拜六 早上高雄演讲 因为台风的关系 遞延到这个礼拜 那既然这个礼拜都要演讲 那就两场哦 礼拜六早上高雄 下午台南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南 我要教你们 这是一场教学式的讲座 九月份我有全套技术班要开 那我先教你们这一套 倍速股的悬股法 这是一个最正统的分析方式 很多人分析都是以现行加量 其实你要有最正确最正统的分析 从最正统的分析 你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你知道办法买在低点卖在高点吗 所以这一次是要交搭这一堂课 所以是教学式讲座 交完你之后迎接旺季的底部基欧股 我们在拷贝尼克森加折大涨的模式 来看九月什么股票会大涨 现场会告诉你几档 九月会大涨的股票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南 大家进来预约报名 我们下期见